屋龄138年的仓库 要改造成千万级别的温馨住宅 屋主只愿出400万 光是修个屋顶就得100万 贪心的屋主却还想依靠这间仓库赚钱 此次改造来到深山老林 长野县的一个小村落 委托人是日本个性派演员 田中要刺 长着一副恶人模样 估计没少言反派角色 却极其爱猫 猫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不过是想白嫖一栋民宿 节目组来到田中的老家 面前这座复古的大房子 如今作为民宿给游客使用 每个月赚取相当的租金 但此次要改造的房子 并不是这里 节目组跟着田中 来到房子背后 视线向上挪去 那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他才是今天要改造的主角 在田中的描述中 小仓库有大问题 明眼人也能看出来 这木制仓库 不是人能住的地方 去年一场暴雪将屋顶压断 屋顶破了大洞 现在带着一层蓝色的遮羞布 刘雨稀看了都得将落实名山了 但归根复原 他只是个仓库啊 田中带领大伙来到门前 开始在地上扒拉 翻了翻木头 又搬起石头 原来是在找钥匙 钥匙不见了 看来今天节目组和仓库没有缘分 田中又掏出一把镰刀 插进门锁里 只见他滑拉一下 门就开了 八坪的小仓库里堆满了杂物 这里原本作为古仓使用 里面还摆着农具 仓库没有接电线 只要天一黑 人就可以在里面玩捉迷藏 根据墙上贴的平安符 这间仓库竟然有138年历史 很难不怀疑 美其名曰改造 田中其实是想重新盖一栋房 真正让田中坚定改造的原因 是一个梦 祖先们大半夜入梦 围住他 不许他拆 就是这么奇葩的理由 让节目组也十分好奇 这间仓库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节目组此次请来一位老爷子 甘利亨衣 改造过不少古屋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建筑专家 将仓库改成房子 甘利从来没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但万事开头难 那就从头开始 掀开蓝色塑料布 屋顶暴露出来 损毁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再来到仓库内部 物品随意堆积 空间完全没有规划 屋顶低到伸手就能触顶 甘利看了一圈 悄悄将田中拉到一边 这是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就看老弟你出多少钱 田中心里也没有数 只能含糊的回答 两人的交谈 一切尽在不言中 得到的预算只有四百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二十万 没想到演员都这么扣 甘利咬咬牙 只能尽力一试 为节省费用 田中说自己也要加入改造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节目组肯定不会放过他 在甘利的策划下 仓库大改造即将进行 正称要帮忙的田中先生 喊来了时的伙伴 田中的号召力不小 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走在前头的奥村先生 是田中多年好友 当年还是个帅小伙 两人下课后还汇聚在一起 看看兴起的影片 来帮忙的人都是附近的邻居 十二个人排成长队 将东西渐渐向外搬 扒平的仓库里 清理出来惊人的物品 摆在草垛上的物品 像刚挖出来的文物 仓库清空后 改造顺势进行 从让人头疼的屋顶开始 将损坏的金属板拆掉 以及一同被压断的底板 拆下断掉的屋脊 在横梁上凿洞 架上新的屋脊以及底板 结实的骨架就做好了 为了节省预算 只能用相同的零形铝板 贴在缺失的地方 屋顶就像打了一层鼓 仅花二十万就修复好了 多余的钱还能装个小天窗 二楼的地板打掉以后 仓库也不再低暗压抑 新的地板经过加工 铺设在仓库内 地板搞定后 开始聚仓库的墙 一楼和二楼都个聚开了四扇窗户 便于通风采光 窗户下方安有全新的柜面 聚开一块后 装进柜子 底下安上抽屉 上面装上水池 全新的厨房就做好了 墙壁装上隔热层 这次的隔热层也不太一样 两侧是塑胶板 中间是蜂巢状 是非常好的隔热耐震材料 来到外部 挖一个深坑 将大型储水槽安进去 接上水管 浴室用水就解决了 换上新的淋浴间和厕所设备 卫浴系统就完整了 在仓库南侧 没开二度 又是好几个深坑 倒入碎石 用木桩捣紧 放进桩有水泥的木桶 将木板拿开 形成一个个圆柱地砖 利用圆柱作为铺设露台的地基 露台中间挖出一个圆 将木桶做的露天枣盆安进去 装进加热器 连露天泡澡也实现了 最后是通往仓库的路 原本是一条斜坡 在朋友的帮助下 利用挖掘机 小仓库第一次出现了平稳的台阶 一切改造结束了 货外的小仓库变得五脏俱全 云收房时间到了 杂草丛生荒废的山坡 摇身一变成了绿衣盎然的庭院 被血压坏的屋顶 只修复了被压坏的部分 刷上统一的颜色 房顶就变得十分漂亮 门口安有简易的洗手台和招牌 拉开门就是全新的住宅 地板是田中先生 在大热天亲自铺设的 第一个房间就是卫浴室 洗浴设施一应俱全 从主屋引进的水 水压也很稳定 楼梯下方划分成两块 一边可以挂衣服 另一边放洗衣机 漆黑的仓库 变成了明亮的生活空间 从柜子到沙发 都是利用旧材料改装的 宽敞的厨房 能容耐下许多人一起做饭 整个房间复古又统一 挑高的二楼 也能从一楼看见天空 二楼设置了宽大的踏踏米房间 窗户像相框一样 收录四季的天空和山景 屋顶装有投影仪 拉下幕布后 围坐在吧台边 就能享受家庭影院 幕布的后面是小型的储藏室 可以放置棉被等物品 来到南侧 阳光最好的地方 这里立着落地窗 推开后 利用边上的把手 就能将墙壁缓缓放下 露天早盆就出现在面前 这里引进了山泉水 还附有朋友送的加热器 早盆带上后就是一张餐桌 朋友们能在这开户外派对 在朋友的共同帮助下 小仓库终于改造完成了 寿田中先生的邀请 一起帮忙的朋友 再一次前来建政房子的改变 这下连广告费也省了 一群朋友沿着枕木 走进这座庭院 门口的水是天然的山泉 根据动线设计 从未遇到厨房 都是合理的路地 厨具的柜子是旧衣柜 沙发是大木箱整成的 摇下木墙 就是令人拍手叫好的露台澡盆 朋友安稳地走上墙面 还要蹲下身 确认一下这由墙面变成的地板 的确很稳固 趁大家围坐在露台上 田中打开盖子 露出里面温热的山泉 大家这才发现 这里还是个澡盘 来到二楼的起居室 一伙人像孩子一样双腿悬空 坐在上面 选择一部值得纪念的影片 这部影片是六年前 田中所导演的短片 短片也记录着田中对老家的情感 为了追逐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物 田中先生去了东京追寻梦想 但是故乡的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这里没有朋友 只有自己守着年少的回忆 一切都是那么孤独 此时此刻 坐在这里回忆往事的田中先生 热泪盈眶 透过窗户 看向屋外 年轻时想要逃离的地方 现在却变成了最不舍的地方 田中希望能用这间 由仓库改造的民宿 再一次与朋友们相聚 这里也将开放给大家使用 一直所追寻的美好故乡 在他的努力下 都在这次改造实现了 夜晚的仓库亮起展展明灯 田中与两个好友聚在露台谈天说地 故乡最吸引人的地方 正是救人救物 愿你我归来半生 仍是少年 在这次改造的仓库碑 这次改造的仓库碑 都没有任何人 在这次改造的仓库碑